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人有贵气,一看便知。 真正高贵的女人有这些特质,什么才是高贵? 诚然,女性的高贵绝非源自外在的傲慢姿态, 亦非满身华福珠宝所堆砌的炫耀。 她深深植根于内在,是一种超脱于权势与财富之外的品质, 纯粹地映照出女性灵魂的深度与广度。 在我看来,真正高贵的女性, 其魅力源自心灵的风营与灵魂的高洁, 她们身上往往镌刻着这些独特的印记, 您是否也拥有呢? 她们拥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心, 这是高贵女性的基石。 正因内心足够强大,方能笑对人生的风雨, 无论荣耀加深,还是挫折来袭, 皆能泰然处之。 正如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 她即多重身份于一身, 却始终保持着真我, 那份超然物外的洒脱, 正是内心强大的最佳权势。 她既能享受生活的美好, 亦能坦然面对世间的非议, 不为外物所动。 此外,她们不沉溺于安逸, 而是秉持自律, 勇于拒绝诱惑。 鲁迅先生所言生活太安逸了, 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 实则是对人生状态的一种深刻洞察。 在追求个人成长与进步的道路上, 过度的舒适往往是前进的绊脚石。 那些看似惬意的日常, 如沉溺于手机娱乐, 追剧消遣, 虽能带来短暂的欢愉, 却难以激发内在的潜能与追求。 真正高贵的女性, 懂得对自我设限, 勇于向不良习惯说不, 并坚定不移地执行自我提升的计划。 她们的生活态度, 是对自我很心的温柔体现。 她们深知, 唯有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舒适区, 方能抵达更加辉煌的彼岸。 因此, 她们拒绝得过且过, 拒绝在平庸中沉沦, 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 却充满希望的道路, 不断攀登, 不懈追求。 这样的女性, 以她们的坚韧与高雅, 成为了世间最动人的风景。 她们, 从不以借口为钝, 逃避自我挑战。 岁月匆匆, 从不为任何人停留, 亦不赐予重来的特权, 带到年华老去, 方觉此理, 往往空于悔恨。 女性之间的分野, 悄然显现于 对自我要求的细微之处。 那些不沉溺于 及时欢愉的女性, 其魅力如同陈年佳酿, 欲酒弥香, 随时间流转, 而愈发迷人。 自律是她们通往辉煌人生的钥匙。 当自律成为习惯, 她们的人生便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不仅涵养身后, 更见解独到。 这些真正拥有贵气的女性, 外在温婉尔雅, 内在则是一片浩瀚的知识海洋。 她们广泛阅读, 思考深邃, 在历史的长河, 文化的瑰宝, 艺术的殿堂中自由穿梭, 形成自己独到的视角与洞见。 与那些仅流连于时尚潮流, 琐碎八卦之辈截然不同, 她们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博学多才, 每一次交流都如同开启一山善心知的大门, 即便是陌生领域, 也能信手拈来, 侃侃而谈。 正是这份广博的学识与见识, 赋予了她们从容不迫的气质。 无论何种场合, 她们都能游刃有余, 既不因新奇而失措, 也不因陌生而失态。 宽广的视野让她们的思维更加开阔, 也为她们的气质增添了几分深邃与厚重, 实现了真正的内外兼修。 在任何场景下, 这些骨子里透着贵气的女性, 都如同璀璨星辰, 散发着高雅的光芒。 她们懂得适度装扮, 既不过分张扬, 又在细节中彰显品味, 那份优雅, 是自我要求的体现, 而非炫耀的资本。 而她们的魅力, 更源自于内心的谦和与善良, 与人交往, 平等相待, 无丝毫傲慢与自大, 言谈间总是流露出温和与克制, 以和为贵, 与人为善, 自信而不识谦逊。 真正贵气的女人, 无论身处何方, 都能以自信与从容的姿态, 照亮自己的世界。 她们无需外界的认可, 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更不依赖他人的肯定, 来获取成就感。 她们独立而强大,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 何为真正的优雅与高贵。 她们深谙自身的优势与潜能, 坚信能够在这广阔的世界中 开拓出更为辉煌的篇章。 面对挑战, 她们展现出无谓的勇气, 是困境为魔力意志, 促进成长的宝贵契机。 她们的目光穿越眼前的迷雾, 心中怀揣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 都能以独有的风资与才华, 绽放无限可能。 自信是镶嵌于高贵女性灵魂深处的璀璨宝石。 这份自信源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赋予她们从容不迫的气度 与难以抗拒的魅力。 在生活的风雨中, 她们能够稳健前行, 不为外界的风浪所动摇, 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 亦能坦然接纳自身的瑕疵与不足。 她们的言谈举止间, 自然流露出一种令人安心的力量, 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愉悦。 善良与同情心, 则是高贵女性另一不可或缺的特质。 她们不仅拥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外在美, 更拥有一颗温暖如春, 细腻敏感的心。 她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 他人的需求与情感波动, 总是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间温情。 这份同情心让她们的世界更加宽广, 能够深刻理解并关怀每一个生命。 独立思考是高贵女性智慧的象征。 她们不盲从, 不随波逐流, 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判断。 在人生的旅途中, 她们如同勇敢的航海家, 手持自己的锣盘, 坚定地驶向心中的彼岸。 她们明白, 唯有坚持自我, 方能活出真我风采, 实现生命的价值。 最后, 品行端正, 道德高尚, 是高贵女性最为人称道的品质。 她们深知, 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 在外在的成就与地位, 更在于内心的纯净与高尚。 因此, 她们始终注重个人修养, 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力求在言行举止间 展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 与人格魅力。 这样的女性, 无疑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她们秉持着崇高的道德准则, 这与其深厚的内在修养相得益彰。 在她们身上, 诚实守信如同基石, 一诺千金, 从不轻言放弃承诺。 家庭, 是她们情感的港湾, 她们倾心竭力地维护着 与父母的孝道及手足之情。 在社交圈中, 她们如同温暖的阳光, 乐于助人, 从不落井下石, 展现出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 职场上, 她们坚持公平正直, 既不阿余奉承, 也不屈一逢迎, 以高尚的品格赢得尊重。 情感世界里, 她们尊重伴侣, 忠诚不渝, 即便遭遇伤害, 亦能以宽广的胸怀包容, 不怀恨在心。 正是这份对品德的不懈追求, 铸就了她们高雅的气质与风范。 在人生的旅途中, 她们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洞察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 能够冷静分析, 权衡得失, 做出明智的选择。 她们深知沉默是金的道理, 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坚默, 言语间尽显分寸与尊重。 正如古语所云, 学说话, 只需两年, 学闭嘴, 却要一生。 真正高贵的女性, 在人际交往中总能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 她们懂得言语的力量, 因此更加谨慎地选择言词。 反观现实, 有些人外表光鲜, 但一开口便暴露了内心的粗鄙与浅薄, 或是妄自尊大, 贬低他人, 或是满腹牢骚, 传递负能量。 而另一种女性, 则似乎永远生活在抱怨之中, 认为全世界都亏欠于她, 这样的态度, 无疑是对自己及他人生活的双重折磨。 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 我们应当努力成为内心风盈, 言行得体的人。 无论身处何方, 都应保持谦逊与尊重, 不轻易打扰他人的宁静。 因为, 你所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你的形象与人格。 真正的高贵, 在于言语中的分寸, 与对他人的尊重, 这是内心修养的外在体现, 也是赢得他人敬爱的关键。 让我们学会倾听, 多余言说, 在聆听中理解他人的心声, 感受世界的多彩与美好。 保持谨言慎行, 不仅能够让我们在纷扰中保持清醒, 更能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从容自信, 赢得更多的尊重与喜爱。 愿未来的日子里, 你我能成为那样高贵的人, 生活的体面而充实, 心灵富足且幸福满意。 在人生的长河中, 无一人的旅程堪称坦途, 更无一人的道路轻松一行。 若我们皆能修炼至心无旁骛, 不为外界喧嚣所动, 便能绽放出内心深处那份独有的高贵与尊严。 这样的女性, 她们倾听的唯有自己心灵的声音, 方能活出最为本真, 最为璀璨的自我。 当一个人真正践行了这份高贵, 她的心灵将充满对世界的深深感激, 因为她深知, 自己也曾是这浩瀚宇宙中一抹温暖的光亮, 为这个世界增添过色彩与力量。 这份自知, 让她对过往的每一分努力与付出都满怀自豪, 她们如同星辰般璀璨, 价值所在, 以及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高贵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展现, 更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与境界。 它让一个人的成就更加辉煌, 也让那些拥有她的女性,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感受到最深的幸福与满足。 因为她们知道正是这份高贵, 让她们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活出了最精彩的自己。 人有匹, 可深交。 真正值得交心的是有这些癖好的人。 一个人的独特癖好, 往往是深入了解其内心世界的一扇窗。 若此人无欲无求, 对周遭事物皆持淡漠态度, 则如同迷雾笼罩, 难以窥见其真实性情与脾性。 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拥有以下癖好的人, 实为难得, 值得我们深交。 其一, 热爱阅读, 闻莫满腹。 阅读之于人, 犹如甘霖之于枯木, 能激发内在活力, 使心灵焕发新生。 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 更是灵魂的塑造。 常读书者, 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不凡的气质, 与之交往, 如同沐浴春风, 心旷神怡。 正如孔子家与所云, 与善人居, 如入之澜之势, 久而不闻其乡, 即与之话矣。 与有底蕴之人相交, 潜移默化间, 自身亦能得以提升。 其二, 心怀孝心, 已承待人。 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观其对待父母的态度便可知晓。 真正的孝心, 源自于内心的善良与真诚。 古语有云, 孝感动天, 亦指孝顺之人能感天动地, 其品德高尚, 足以成为社会的栋梁。 历史上, 如曹操虽推行孝道, 却对孔荣的悖逆言论, 严惩不待, 足见不孝之人难以立足。 因此, 选择朋友, 当以孝顺为机, 远离那些对父母不敬之人, 以免引火烧身, 反受其害。 其三, 享受独处, 内外兼修。 独处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智慧。 能在独处时自我反省, 自我提升, 在外则与人为善, 和谐共处, 这样的人往往内心丰富而强大。 他们懂得在孤独中汲取力量, 在交往中传递温暖, 是真正的智者。 与这样的人为伍, 不仅能获得心灵的慰藉, 更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综上所述, 拥有阅读知痞, 孝心知德, 独处知智的人, 是值得我们深交的朋友。 他们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为我们的人生旅途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内在的和谐状态, 是他能够与他人和谐共处的前提。 一个倾向于独处的人, 往往具备深沉的宁静, 这份内心的平和, 使他能够安然享受独处的时光。 此类人并非亚历士多德笔下那种极端的离群所居者, 既非神灵般超脱, 亦非野兽般孤绝, 而是可能拥有宁静性格与自由灵魂的个体。 独处之时, 他们常自省深思, 这是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然而, 当置身于同伴或群体之中, 个人的思维难免受到群体氛围的牵引, 对事物的判断与认知也可能随之偏移, 尤其是在涉及品味生活如品茶养生方面。 品茶, 这一在我国绵延两三千年的习俗, 自先秦王公贵族以茶代课时, 至秦朝茶园广布, 茶香肆溢于民间, 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时至今日, 品茶更演变为一种社交艺术, 相较于饮酒, 它更易于身心健康, 能提神醒脑, 与品民间促进交流, 深化情感。 反观饮酒, 过量则亦使人神志不清, 诱发非理性行为。 相较之下, 品茶者内心平和, 情感真挚, 更易成为深入交流的伙伴。 因此, 与喜爱品茶之人相交, 往往能收获心灵的共鸣与深度的交往。 至于旅行, 古人云,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旅行, 作为行万里路的重要方式, 无论是闯荡四方, 还是悠然游历, 都能让人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 北国的冰封雪景, 江南的小桥流水, 大漠的辽阔无银, 每一次旅行,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身边若有常旅行的朋友, 便如同拥有一本活生生的百科全书, 他们的经历与见识将极大的丰富你的世界, 拓宽你的视野。 更重要的是, 旅行者的心中往往怀揣着 对未知的不懈追求 与对自由的深切向往, 他们不愿在狭小的空间里虚度光阴。 因为亲眼所见与道听途说之间, 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与这样的旅者同行, 你的人生也将因此而不同。 人生旅途中的行者, 往往怀揣着一颗引人入胜的灵魂, 他们对跑步抱有深厚的热情。 在普遍认知中, 跑步常被视作单调乏味的活动, 因此能够持之以恒者, 寥寥无几。 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坚持, 使得那些热爱跑步的人 成为我们值得深入交往的对象。 这不仅彰显了 他们对身体健康的真实, 更体现了其高度的自我约束 与自律精神。 此类人士行事有方, 规划周详, 自我要求严苛, 虽未必全然追求完美, 但绝不放任自我堕落。 跑步, 不仅塑造了他们的体魄, 更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与精神。 若能在跑步上持之以恒, 那么在生活的其他领域, 他们也定能展现出 非凡的坚韧与毅力。 故, 当你身边有坚持跑步的朋友或伙伴时, 无论其身份如何, 都应珍惜这份情意, 积极与之深交。 因为他们的正能量, 如同细水长流, 终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你, 使你的性情趋于专一与坚韧。 以情感关系为例, 若伴侣性情多变, 即便初时情深义重, 海事山盟, 但随着时间推移, 新鲜感淡去, 对方或许会另寻新欢, 留下你独自承受失落。 反之, 性情专一之人, 或许不善言辞, 却以行动证明深情, 一旦认定, 便始至不渝。 交友意识同理, 三心二意之人难以信赖, 唯有专一者方能长久相伴, 成为坚实的后盾。 再者, 热爱美食之人, 亦是对生活充满热爱之典范。 他们相信, 生活之美在于品味与享受, 故而不遗余力地追寻与珍惜每一份美好。 这样的人, 往往心地善良, 不存恶念, 不会轻易伤害他人, 只愿安心经营自己的生活。 他们不会沉溺于算计与报复, 而是专注于 如何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与快乐。 综上所述, 无论是坚持跑步的自律者, 还是热爱生活的美食家, 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 展现着人性的光辉与美好。 与这样的人为伍, 无疑能让我们的生命之旅 更加丰富多彩, 充满正能量。 他们倾向于 以平和之心度日, 远离纷扰, 专注于自我提升 与和谐共处, 这样的个体实为交友之家选。 谈及专注, 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于正面活动之中, 消极情绪自然无处容身, 因为心灵已被更高尚的追求所充盈。 以歌手李健为例, 在成名前的暗淡时光里, 面对事业的低谷, 他为随波逐流, 为因外界喧嚣而动摇, 反而坚守内心, 潜心创作与阅读。 这份专注不仅为他积累了众多佳作, 更赋予了他面对人生起伏的从容与智慧。 最终, 在长时间的默默耕耘后, 他凭借一档音乐节目脱颖而出,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反观当下, 许多人四处奔波, 追求表面上的机遇, 却缺乏明确的目标与持久的专注, 最终往往一无所获, 空流遗憾。 而那些能够发现并热爱自己真正热爱知识, 持之以恒地探索与精进的人, 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收获满满的成就与喜悦。 在论求知之痴迷, 世间却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对知识充满无限渴望, 好奇心旺盛, 勇于在热爱的领域内深耕细作, 不断积累与拓展。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当众人满足于现状, 安于舒适趋时, 这些求知者却如饥似渴地学习, 以多元视角审视问题, 以独特方式解读生活, 展现出非凡的思考力与创新精神。 他们的敏锐观察, 深邃思考及强大学习力, 不断推动其能力边界的拓展, 成就非凡。 最后, 谈及分享之乐, 我们不难发现, 分享是连接人心, 传递快乐的桥梁。 乐于分享的人, 往往性格开朗, 不孤僻, 他们通过分享, 不仅让自己感受到快乐, 也让接收者感受到温暖与喜悦。 人生路上, 无论成就大小, 分享都是获取真正快乐的关键。 缺乏分享的成功, 终将显得苍白无力, 难以体会到成功带来的深层满足。 因此, 让我们学会分享, 让快乐与温暖在人与人之间流淌,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人生的征途上, 探寻其深层意义往往成为个体的孤独之旅, 先有人能全然理解或共鸣, 正如智者所云, 孤独者常被誉为游离于世俗之外的野兽 或超脱凡尘的神灵。 然而, 作为云云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我们既非野兽般桀骜不逊, 亦难及神灵之超凡脱俗, 故而学会与周遭之人分享我们的成就与挫败, 喜悦与哀伤, 便显得尤为重要。 此等胸怀开放, 心态平和之人, 其性格中蕴含着不孤僻, 不极端的特质, 实为值得深交的良扮。 与这样的灵魂相遇, 我们在日常的点滴中 能够寻觅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与共鸣, 共同探索生命旅途中的真谛与价值。 因此, 我们应当积极拥抱世界的多样性, 真是每一个独特而鲜活的个体, 因为正是这些各异的兴趣与癖好, 如同五彩斑斓的调色盘, 为我们的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世人常言, 余生当与有趣之人同行, 因为癖好不仅仅是个人爱好的展现, 更是心灵深处那份积极情感的流露与愉悦。 是想先人挥毫泼墨, 笔下生风, 尽显清雅之趣, 又或隐溢山林, 清泉煮茶, 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 再或放浪行骸之外, 不拘一格, 只为追寻那份最真实的自我。 人生之路多坎坷, 拥有几分癖好, 便如同拥有了心灵的慰藉与避风港。 故而, 我们可以说, 缺乏了与人分享与交流的能力, 个人的成长与教化便会受到限制。 在相互的理解与支持中, 我们共同前行, 在人生的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好与可能。 人有上等命, 必有好脾气, 这几种脾气是来度你的, 看看你有吗? 人们常言, 以和为贵则纷争自简, 微笑待人则好运常伴。 脾气, 实为人生旅途中的一张隐形名片, 其优劣不仅调控着内心的情与表, 更深刻影响着命运的轨迹。 好脾气如同春风化雨, 滋养一生, 而坏脾气则似寒冬双雪, 阻碍前行。 命格上成者, 往往脾气一家, 此乃相辅相成之道。 以下三种脾性, 实为人生修行之要义。 一曰隐忍之志。 周易有云, 君子藏气于身, 待时而动。 此言非虚, 智者身知, 锋芒毕露一朝风雨, 故韬光养晦, 静待良机。 刘备之屈身首分, 以待天时, 便是此理之生动权势。 在逆境中委曲求全, 非是怯懦, 实乃智慧之选, 积蓄力量, 以待亦非冲天。 隐忍, 是策略, 更是力量, 他教会我们在不合适的时机 选择沉默与积累, 以图后日之辉煌。 二曰笑对风雨。 生活中, 总有风雨交加之时, 而能以一笑致之者, 其心境之豁达, 可见一斑。 此类人, 不仅自身常怀喜悦, 更能以乐观与幽默感染周遭, 驱散阴霾, 营造和谐氛围。 他们的笑容, 如同冬日暖阳, 温暖人心, 促进人际和谐, 使友谊之树长青。 同时, 这种态度, 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神, 减轻压力, 远离焦虑, 让生活更加轻松愉悦。 三曰, 随遇而安。 抢求非福, 顺其自然方得始终。 世间万物, 皆有定数, 抢求不得。 那些能够顺应自然规律, 不值不迷于一时得失之人, 往往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好运。 他们懂得放手, 让事情自然发展, 这种从容与淡定, 不仅减少了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也让生命之周得以平稳前行, 最终抵达幸福的彼岸。 综上所述, 好脾气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而隐忍之至, 笑对风雨, 随遇而安, 则是培养好脾气的三大法门。 愿我们都能以此为鉴, 修得一颗平和之心, 笑对人生百态, 拥抱美好未来。 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 秉持一种淡然与豁达的态度, 是对待万事万物的最佳姿态。 这种态度, 我们称之为顺其自然, 它不仅是一种深邃的处世哲学, 更是通往心灵宁静与人生幸福的康庄大道。 顺其自然, 意味着在生活的洪流中, 不刻意强求, 不盲目追逐, 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心态, 洞察世事, 理解万物运行的法则。 快乐生活的真谛, 便在于这份顺其自然的智慧之中。 它教会我们, 面对成功不焦不燥, 遭遇失败亦不气馁, 始终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继续前行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正如古人所言,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这其中的成事在天, 正是对顺其自然理念的深刻诠释。 我们只需全力以赴, 问心无愧, 至于结果, 则交由命运去安排, 既不奢望过多, 也不轻易失望。 然而, 顺其自然并非意味着放弃努力或随波逐流。 它强调的是在遵循自然规律 与个人使命的前提下, 积极而稳健的前行。 正如游泳教练所传授的智慧, 面对漩涡, 不是逃避或硬抗, 而是顺应其事, 巧妙应对, 从而化险为夷。 人生亦是如此, 面对挑战与困境, 我们应当保持冷静, 明确方向, 以正确的姿态和策略去奋斗。 内敛, 则是另一种值得推崇的品质。 它代表着低调与谦逊, 是对个人修养与智慧的体现。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高调张扬 往往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与纷争, 而内敛之人 则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 远离是非, 专注于自我成长与提升。 同时, 内敛之人往往拥有更加深邃的内心世界 与广阔的胸怀, 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 性格随和, 则是人际交往中的一剂良药。 它让我们在与人相处时 更加和谐融洽, 减少摩擦与冲突。 正如古人所言, 以和为贵, 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保持一颗随和的心, 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 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 综上所述, 顺其自然, 内敛, 与性格随和, 这些品质 共同构成了我们 追求幸福人生的基石。 他们教会我们 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 保持一颗平和、 谦逊与随和的心, 以更加智慧与从容的态度 去迎接每一个明天。 在商海与管理领域的广阔舞台上, 他始终稳站一席之地, 其影响力深远而显著。 他的一句真言, 失却和慈心, 日本社会将黯然失色, 深刻彰显了他对某关键元素 和的极度重视与真实。 同样, 在丰田公司的创立与发展历程中, 丰田佐吉先生 以天地人为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 不断强调以核为贵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根源 可追溯至孟子的智慧,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他坚信, 和谐不仅能促进财富的积累, 更是扶植与成功的源泉。 回溯历史长河, 唐朝中兴时期, 两位杰出将领郭子怡与李光碧,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烽火岁月中, 不仅各自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更在相互间的理解与尊重中成就了彼此。 他们的秘诀, 正是那份难能可贵的和气。 郭子怡以宽厚著称, 待人接物皆显和蔼之态, 而李光碧则性格刚烈, 以严苛自律闻名侠耳。 昔日, 两人同为朔方节度使安斯顺麾下将领, 虽共事一堂, 却因性格差异而心生间隙, 李光碧对郭子怡多有不服。 然而, 安史之乱的风云突变, 将两人命运紧密相连。 郭子怡升任朔方节度使, 李光碧成为其麾下, 昔日的不和此刻化为深深的忧虑。 李光碧深恐过往的恩怨成为今日报复的借口, 遂主动向郭子怡请罪, 言辞恳切, 表达了对自己及家人的担忧。 面对此景, 郭子怡非但没有计较前嫌, 反而以大局为重, 紧握李光碧之手, 深情言道, 国难当头, 正须你我等忠勇之士共赴时间, 我岂能因私怨而忘国之大义。 此言一出, 李光碧深受感动, 两人自此兵士前嫌, 携手并肩, 共克时兼, 最终平定叛乱, 成为大唐忠兴的功臣。 然而, 功高震主之下, 猜忌与陷害如影随形。 宦官于朝恩, 凭借皇帝宠信, 对二人百般构陷。 李光碧因性情刚烈, 难以忍受小人谗言, 终至郁郁而终。 反观郭子怡, 他身安君子何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合之道, 面对诋毁与污蔑, 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和之心, 如同棉絮般柔软而坚韧, 最终得以善终, 其智慧与气度令人钦佩。 于朝恩的每一次公事, 皆四全落棉絮, 空有其事, 未得寸进。 终局之时, 他因善权自自, 触怒龙颜, 落得身手易触的下场, 反观郭子怡, 则以德高望重, 安享天年, 成为世人称颂的人生典范。 正如菜根坛所云, 性冷情保者, 其福一保, 为和气热心之人, 其福毕厚。 此言道出了为人处事的真谛, 以和为贵, 心怀仁善, 修养谦和之德, 展现慈和之态, 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赢得和气满满, 福泽绵长。 简而言之, 良好的脾气, 实为人生旅途中, 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他如同上善之水, 温柔而坚韧, 懂得事实隐忍, 不轻易动怒, 对世事报以宽容一笑。 这样的性格特质, 不仅能在职场上助力成功, 更能在人际交往中 搭建起理解与和谐的桥梁, 让个人的生活空间 充满温馨与幸福。 更深远的, 好脾气还是身心健康的守护神, 他能有效缓解压力, 减少冲突, 从而延长生命的长度, 提升生活的质量。 因此, 致力于培养并维护一份好脾气, 实乃每个人应当滋滋以求的人生目标。 它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 更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金钥匙。 愿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修炼自己, 培养出这份难能可贵的性格特质, 让和煦之风长半左右, 享受一个和谐美满, 福气迎门的人生旅程。 在居家风水的智慧中, 流传着这样一句精炼的真言, 三分不局, 五处甚放, 才具人心, 独妄非宜。 此言深刻揭示了客厅沙发摆放的微妙学问, 尤其是须规避的五大不利情形, 以确保家宅人丁兴旺, 裁员广进。 首先, 谈及沙发背后的支撑, 古人有云, 被无靠, 才难据, 人亦散。 亦指沙发背后不宜空旷无衣, 如直接面对窗户、 走廊等, 缺乏稳固的实体墙, 作为靠山。 这种布局, 亦导致家人缺乏安全感, 难以积聚财富与福祉。 为解决此弊, 可采取灵活策略, 一则在沙发后增设储物柜或书架, 既使用幼天稳固感, 二则设置屏风以作屏障, 营造私密与安心的氛围, 三则巧妙构建人造墙体, 利用隔断艺术, 模拟自然靠山之势, 以补风水之不足。 其次, 需警惕沙发背后之水与静, 水虽为财之象征, 燃至于沙发之后, 却已形成被水一战之局, 寓意不利。 同样, 镜子反射万物, 若至于沙发背后, 不仅扰乱视线, 更可能加剧能量波动, 影响家庭和谐与财运。 对此, 应将鱼缸等水井移至他处, 如背景墙侧面, 既美观又避开了风水忌讳, 至于镜子, 亦应调整位置, 避免直接映照沙发, 保持空间的和谐与平衡。 再者, 沙发与大门直冲, 乃风水之大计。 此布局亦导致气流直冲, 影响家庭安宁与成员健康。 化解之道在于调整沙发位置, 使之与大门形成和谐角度, 或利用屏风、 玄关等隔断物, 巧妙引导气流, 避免直冲之壁, 营造温馨舒适的居家环境。 综上所述, 客厅沙发的摆放, 实则是一门融合美学与风水的艺术。 通过精心布局, 我们不仅能享受到视觉上的愉悦, 更能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繁荣。 因此, 在布置家居时, 不妨多一份细心与考量, 让每一份努力都化作家庭幸福的基石。 在居家布局的艺术中, 存在一种现象, 即沙发与大门若处于同一视觉轴线上, 这在风水学里被形象地称为对冲, 亦获对冲之局。 此布局若不经调整, 可能暗含家宅成员离散或财运流失之余。 因此, 在安置沙发之时, 务必审慎考量, 避免两者形成直线相对之事。 具体而言, 沙发与大门直接相对, 犹如气流直冲, 亦使家宅内的和谐气场遭受冲击, 导致家庭成员难以凝聚。 同时也不利于财富的积累与稳固。 为避免此不良效应, 首要之侧便是调整沙发位置, 使之偏离与大门的直线关系。 若客厅空间允许, 此为最直接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若条件所限, 无法彻底移开沙发, 则可在沙发与大门之间巧妙设置屏风作为缓冲。 此屏风已选用实体材质, 以确保能够有效隔断直冲支器, 营造出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家居环境。 此外, 还需留意沙发与房间其他入口如房门的相对位置。 一般而言, 沙发朝向房门并不构成重大风水问题, 除非房门与沙发, 大门三者恰好连成一线, 此时方需特别注意调整。 另有一风水忌讳, 即横梁压顶, 不仅限于床铺之上, 沙发亦需避免。 若沙发上方有横梁横跨, 其负面影响将波及整个家庭成员。 故在购房或装修时, 应尽量避免此类设计。 若已存在此情况, 可通过吊顶设计将横梁隐藏, 使室内顶部平整无碍, 或于沙发两侧茶几上摆放生机勃勃的开运竹, 借其步步高升之寓意, 化解横梁带来的压抑感, 减轻对家庭运势的不利影响。 最后, 关于沙发的摆放形态, 亦需讲究。 避免将沙发直线摆放于客厅中央, 而应依据空间布局与风水原理, 灵活调整, 以营造出既美观又符合风水学说的居住空间。 总之, 河里的沙发摆放不仅关乎家居美观, 更与家庭和谐, 财运亨通息息相关。 在居家风水的精妙布局中, 客厅无疑扮演着汇聚家庭能量与和谐氛围的核心角色, 而沙发的摆放则是这一环节中不可或缺的艺术。 选择合适的沙发并妥善安置, 不仅能够提升居住者的舒适度, 更能微妙地调节住宅的整体气场, 促进家宅兴旺。 谈及沙发的摆放艺术, 首要原则便是聚气纳服。 避免将沙发置于空旷无衣或杂草丛生之处, 这样的环境亦导致气场涣散, 不利于居住者的运势。 理想的沙发位置应能最大化地汇聚自然之气, 使家宅充满生机与活力。 对于预置型沙发的摆放, 尤其是长条一字形设计, 巧妙利用空间布局是关键。 建议在沙发两侧精心布置, 一侧可配以高雅的储物柜, 既实用又美观, 另一侧则放置一张精致的茶几, 形成和谐统一的一字线布局。 若客厅空间允许, 一侧靠墙, 另一侧同样可设茶几或低矮柜体, 营造温馨而有序的氛围。 若客厅与阳台相连, 更可在沙发一侧增设阳台柜, 另一侧保留茶几, 既保持了空间的通透感, 又符合风水学中的聚气原理。 值得注意的是, 沙发的最佳位置 往往与家中的财位紧密相连, 这通常位于大门对角线的位置, 是汇聚财气与福气的宝地。 将沙发安置于此, 有助于提升全家的运势与财富积累。 同时, 沙发摆放时还需考虑事业的开阔性, 确保坐在沙发上既能清晰看到大门口, 又能远眺窗外景致, 这样的位置往往能带来 良好的心理感受与风水效应。 然而, 需警惕的是, 沙发不宜背对大门摆放, 以免形成背后无靠之势, 一招小人侵扰, 对家庭运势产生不利影响。 正确的沙发摆放, 应如同家庭风水的守护者, 既舒适宜人, 又蕴含深厚的文化意韵与风水智慧。 客厅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舞台, 其装修与布置 无不透露出主人的品位与追求。 沙发作为客厅的焦点之一, 其选择与摆放更是关乎整个家居风水的关键。 正确的沙发摆放, 不仅能够美化客厅环境, 提升居住品质, 更能为家庭带来吉祥与好运。 因此, 在布置家居时, 不妨多一份细心与考量, 让沙发成为家庭风水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在居家布置的艺术中, 沙发往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不仅是修气的港湾, 更是家庭温馨氛围的核心所在。 因此, 沙发店的精准摆放, 旨在营造和谐安宁的居家环境, 确保每位家庭成员都能感受到平安与舒适。 谈及客厅的微观气候, 一个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细节是, 最佳舒适度往往源自于客厅中45度角的微妙布局。 在方位选择上, 沙发理想的坐向是背靠北方, 面朝温暖的南方, 这样的布局不仅符合自然光线的流动, 也寓意着家庭面向未来, 充满希望。 沙发的整洁度同样不容忽视, 它如同家庭风貌的一面镜子。 避免在沙发上随意堆砌杂物, 保持其清爽有序, 不仅能提升视觉美感, 还能有效防止裁器因杂乱而流失, 引导家庭成员形成理性消费, 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 在沙发的摆放形态上, 推荐采用一字或优字布局, 后者尤为推崇, 因为它巧妙地形成了一个能量汇聚的内气区, 仿佛家中的气韵之心, 有助于将正面能量凝聚于家庭的核心区域, 促进家庭和谐与运势的提升。 此外, 沙发背后靠墙的传统智慧, 在现代简约或欧式装修风格的背景下同样适用。 这不仅关乎于美观, 更蕴含着深厚的风水学理, 背后有靠, 象征着稳固的支持与力量, 让人在追求目标时更有底气与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 沙发与大门之间应避免直接相对, 这种对冲格局会扰乱家中气场的平衡, 导致好运流失。 若遇此情况, 可通过调整沙发位置或在大门与沙发之间巧妙设置屏风、 绿纸等障碍物, 以缓和这种不利影响, 营造更加和谐的居家环境。 综上所述, 客厅沙发的摆放是一门融合了美学与风水的艺术。 遵循上述原则, 不仅能够提升家居的整体品质, 还能为家庭带来好运与福祉。 对于小户型家庭而言, 更需巧妙利用空间, 通过合理的摆设与布局, 弥补空间上的不足, 营造出一个既温馨又充满生机的居住空间。 在探讨家居布局的艺术时, 特别是关乎沙发这一核心家具的摆放, 我们不得不深入风水学的微妙智慧, 以确保家庭和谐与福祉。 若不慎处理, 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能影响到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 导致团聚氛围的淡化。 因此, 巧妙地在大门与沙发之间设置一道屏风, 犹如设立一道优雅的屏障, 有效缓冲外界气流对沙发区域的直接冲击, 维护了内部空间的宁静与和谐。 宝材之物的摆放, 往往追求低调而不张扬, 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场景相得益彰。 若沙发背后紧邻抗塌, 那么确保沙发背后有坚实的墙体作为支撑, 便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环。 这样的布局象征着稳固的后盾, 让人在休憩时也能感受到安心与依靠, 避免了后顾自忧的不安情绪。 反之, 若沙发背后是开放的门窗或过道, 则如同背后无衣, 气场易散, 难以聚拢集气, 对家庭运势构成不利影响。 面对户型限制, 我们可巧妙地利用矮跪等家具, 在沙发后方构建起一个人工的靠山, 既美观又实用, 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 至于沙包之顶级衡量药品这一表述, 虽略显幽默, 却也提醒我们, 在风水调整中, 每一个细节都需谨慎对待, 如同选择药材般精细。 再者, 沙发正上方若有横梁横跨, 这在风水穴中被视为大忌, 因其可能形成压抑气场, 对坐于下者产生不利影响。 化解之道, 一是在装修设计阶段, 就将横梁巧妙隐藏, 融入天花板设计中, 二是在沙发两侧的茶几上, 精心摆放两盆生机勃勃的绿植, 寓意拆运中, 以自然之力化解横梁带来的压迫感, 增添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 沙发的摆放不仅是家居装饰的一环, 更是风水布局中的关键要素。 它关乎家庭财运的汇聚与家庭成员的福祉。 因此, 在规划家居时, 务必注意避免触犯风水禁忌, 让每一份精心布置都能成为家庭幸福与繁荣的助力。 记住, 好的风水布局能让好运自然流入家门, 汇集全家。 人有心机, 必有痕迹, 在这几个方面, 越老实的人越得远离。 在社交场合中, 我们普遍倾向于青睐那些性格直率, 易于相处的人。 因此, 在人际交往的旅途中, 我们最为避之不及地, 莫过于那些外表看似亲和力十足, 实则内心诚服极深之人。 此类人擅长伪装, 以极度友善的面貌示人, 营造出近乎完美的社交形象。 然而, 这种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算计, 对多数秉持真诚交往原则的个体而言, 无疑构成了潜在的风险。 一旦与这样的人建立深厚情义, 并倾注了真挚的情感,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面对其真实意图时, 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因为他们的言辞中往往暗藏锋芒, 心机深沉, 旨在达成个人目的。 相比之下, 那些天性纯良, 不安心计的人, 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他们凭借智慧与技巧应对事实, 但方式更为直接且光明磊落。 这类人勇于直言, 不畏惧揭露真相可能带来的不快, 他们的言辞中不掺杂恶意与攻击, 而是基于真诚与尊重的交流。 他们乐于倾听, 善于通过开放而坦诚的沟通 建立深厚的信任基础, 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老实之人往往谦逊内敛, 不轻易炫耀自己的成就与优点, 即便才华横溢, 也选择保持低调, 以免引发他人的嫉妒或疏远。 相反, 他们更倾向于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 视此为比个人荣耀更为重要的使命。 在道德层面, 他们坚守诚实、 公正与正义的原则, 不为外界诱惑或压力所动, 即便因此承受损失, 也始终珍视自己的品格与人格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并非所有老实之人都心机深沉, 但那些过分追求功利的老实人, 往往也难以摆脱功利心的趋势。 这构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追求个人目标的过程中, 如何保持内心的纯净与正直, 避免被功利心所侵蚀, 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任何情境下, 恰当的应用都是可行的。 同样的, 对于那些心机深沉之人, 即便他们在社交场合展现出极高的礼貌与伪装技巧, 其深藏的功利心终将显露无遗。 这种强烈的功利心, 作为他们独有的个性标志, 如同不会说谎的导师, 始终指引着他们的行为。 通过细致入微的交流, 我们完全有能力洞察这些心机者的真实面貌, 特别是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功利心态。 只要我们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去深入了解, 这种心态便会变得显而易见。 举例来说, 这类人往往不会主动与你建立联系, 更不会在节日或你的生日时送上祝福, 而是选择在他们需要帮助或察觉到 你有益于他们利益获取的时刻才现身。 他们的言辞虽看似礼貌, 充斥着方便、 请问、 麻烦等词汇, 但自立行间却难以掩饰其功利本质。 他们仅当自身利益受到触动时 才会寻求你的帮助, 仅当你成为他们实现目标或获取成就的助力时, 才会与你交流。 这种功利心, 实则是他们伪装下最真实的自我展现。 表面上的淡定自若, 是他们常见的外在表现。 这类人总能以一种沉着冷静的姿态 面对各种挑战, 无论情况多么复杂, 他们都能保持情绪的稳定, 精准判断并做出最优决策。 这样的能力不仅让他们自身受益, 也常能为周围的人带来注意。 然而, 在这份淡定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狡猾的内心。 他们擅长洞察人心, 轻易识破他人的意图, 并精准抓住对方的弱点, 以此来掌控局势。 尽管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争议, 但在特定情境下, 这种特质却能帮助他们 更有效地应对问题, 找到解决方案。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这类人往往表现出极高的同理心与善意。 他们不仅擅长识别他人的弱点, 更擅长引导他人克服这些弱点。 他们时刻关注他人的感受, 愿意伸出援手, 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样的行为, 不仅让他们自身受益, 更赢得了他人的尊重与感激。 同样能够赢得朋友的深厚信任 与高度赞誉, 关键在于展现出对他人的深切同情 与真挚友好。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 不难发现有些人虽外表不显山露水, 却总能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 成就斐然。 而传说中, 那些外表质朴无华之人, 实则内心世界丰富深邃, 即便不以外在的心机世人, 亦能停戒内在的智慧与策略达成卓越。 那么, 如何辨识这样的人呢? 以下便是老实中蕴含心迹之人的几大显著特质。 他们擅长以同理心待人, 总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深刻理解并体恤他人的情感需求, 积极伸出援手。 面对困境中的朋友, 他们从不退缩, 而是选择挺身而出, 给予最坚实的支持与鼓励。 这份温暖与力量, 正是他们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基石, 也让他们赢得了广泛的信赖与尊重。 他们拥有一种内敛而坚定的自信, 不张扬, 却充满力量。 这种自信源自于深刻的自我认知 与对自我价值的清晰把握, 他们懂得适时地肯定自己, 给予自己正面的激励。 正是这份自信, 让他们在面对挑战与困境时 能够保持冷静与坚韧, 最终化险为夷, 成就非凡。 此外, 他们内心还藏着一股不洁的驱动力, 这股力量并非源自浅薄的欲望或盲目的冲动, 而是根植于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目标之中。 这股力量指引着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坚守道德底线与价值观, 勇于为之付出努力与牺牲。 他们从中获得的不仅是外在的成就, 更有内心的满足与喜悦, 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正在为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 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特质, 实则是真正有心计之人最为强大的武器。 他们懂得, 真正的智慧与策略往往隐藏于简单而真诚的行为与言语之中, 无需刻意张扬, 自能赢得人心。 因此, 学习心计并非单纯追求算计之术, 而是要学会如何在保持真诚与善良的同时, 运用智慧与策略去更好地理解他人, 成就自己。 应当秉持的是一种既坚守原则, 又不失灵活应变的人生哲学, 这方为深安厚黑之道的精髓所在。 在人际交往中, 展现出一种普遍的亲和力, 正如陆顶纪中的韦小宝, 他虽年少, 却心智成熟, 擅长察言观色, 能根据不同对象调整交流策略, 精准把握对方需求, 从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助力。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他都能游刃有余, 既得官场青睐, 又广结江湖朋友, 甚至赢得七位佳人的芳心, 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 为小宝的成功并非全然基于高尚的情操, 更多是在于他对利益的敏锐洞察 与巧妙利用, 他的称兄道弟背后, 实则隐藏着强烈的自我利益驱动。 正如普鲁塔克所言, 泛泛之交难成挚友, 表面上的亲密无间 往往掩盖了真实的疏离。 此类人物, 其人际交往, 看似真诚满意, 实则缺乏深度与真心, 每一份亲近都可能是精心计算的结果。 面对此类情况, 蔡根坛中的智慧提醒我们, 交友需谨慎, 不可轻信表面之意。 人心复杂多变, 须有识人之名, 区分哪些是真挚的情感交流, 哪些是利益驱使下的逢场作戏。 对于那些心机深沉, 表面笑容可拘, 却难以捉摸其真心之人, 保持适当距离, 避免过度投入情感, 是自我保护的重要策略。 尤为警惕的是, 那些伪装成老实人模样, 实则心机重重之辈。 他们擅长利用人们的信任与善良, 一旦其构建的虚假形象比你更为可信, 你便可能在不自觉中成为舆论的牺牲品, 遭受不白之冤。 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轻易被表象所迷惑, 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